我分手了 我们还能回去吗 都分手一年了 你现在回来找我干什么 找你复合呀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咱俩分手时 你对我的嫌弃和漠不关心 我都记得很清楚 你觉得我们过去的是吗 要不你们再分开聊一下吧 我们在一起刚好两年 他在我们两中年 接近日的时候提的分手 他打电话告诉我 不要再缠着他了 可是当初不是他 先来招惹我的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是真的喜欢他 我后来发现 有些人只适合当朋友 当发展成恋爱人 就会有各种症状 我们两个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他很主动地过来找我打发 后来见了几次面 都是他主动约的我 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 还开车带我去兜风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合适 他的确让我喜欢上他了 但是也留下我一个人走不出去 我能碰他的人 却不能碰他的手机 两年了 我连他的手机一下都没看过 甚至连他的密码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看我手机啊 我不喜欢别人看我手机 我看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我不明白一个人是怎样 从满眼都是你 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样 就连我都给他打两个电话 他都要跟我发脾气 指责我说 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嘛 我不喜欢他总这样黏着我 就算我们在一起了 不应该保持点距离感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圈子吧 我从来没有用过他对我的方式 对他 我怕他难过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害怕我离开他 他在分手的时候 还在考虑自己别被纠缠 那时候我就知道 不爱就是不爱 可这次我不是回来了吗 分开这一年 我想明白了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人只有在失去之后 咱们还有什么话想要就要说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还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而且迟来的后悔真的很廉价 我知道当初说分手 的确是我太草率了 这次我不走了行不行 你在我满眼都是你的时候 跟我说这世界上谁都会离开谁 没有人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 既然你都想好了 什么时候要退出呢 当初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我不知道我说这些话 会对你造成这么大伤害 这次换我弥补你好吗 咱俩真的不要再有任何交集了 就让他现在结束吧 这次不是你丢下我 而是我不要你 咱俩真的不要再联系